2023新北市平息天灯节首场活动爱在元宵Together 将在2月5号元宵节当日在十分广场举办 由知名画家面具兔及天灯国宝胡明树老师 共同制作超大型兔年及胡萝卜造型主灯 新北2U今天抢先曝光 当天将首度挑战双主灯共同齐飞 精彩可齐 这个2月5号是元宵节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背后 有我们的兔子还有跟我们的红萝卜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特别打造的 在元宵节有两盏20尺的大天灯 兔子身穿洗气的背装 然后还手持了爱在元宵Together的春联 象征洗气 今年平息天灯节将首度挑战20尺 双主灯共同齐飞 元宵节主灯第一盏好运萌兔 以俏皮的模样坐在耀眼的金元宝中 为了迎接新的一年 好运萌兔身穿新春喜庆背心 拿着爱在元宵Together春联 象征大吉大利的年节 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前兔四景兔吉利来 去年就我们来讲 因为受到这两三年受到疫情 那逐渐在今年我们希望回流增长 像去年大概我们是大概300万 那可以因为这个疫情慢慢舒缓 那可以这个人潮再回复增倍 等于说我们希望回复到疫情前700万的人潮 主要是这个兔子这个天灯 那个很难拿捏 你要把它 所以说它那个纸张全部要把它割成三角形的 用三角形的把它组成一个 才有办法把它组成一个圆形的 你如果用四角去抓 四方子它就没办法组成圆形这样 所以要用三角形去一块一块去贴起来 把它贴成圆形 而且兔子耳朵 耳朵也是很重要 耳朵你如果没有做到它能够充气的话 你等于耳朵会往前倒或是往后倒 那都是不好看的 而第二盏豪彩头 则是搭配兔年造型主灯 以红萝卜为设计概念 象征好彩头浮运道 好运萌兔与胡萝卜主灯 懒懒升空时 恰似兔子追着红萝卜而行的斗趣画面 同时期盼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都能把握好运 杰城威 平溪采访报道 好运